不要轻易度他人会背负他人因果 不要剥夺他人在痛苦中受益的权利 就算你修行已经很高 也不要轻易度他人 包括我们最爱的家人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确保自己不被影响和消耗让他们做他们自己 因为每个人的功课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安排好 有个残忍的真相当你的正知证件 超过他的认知和理解范围他会本人的拒绝 他身上的无形众生也不允许你传给他正知证件 除非他是主动向你请教的那就是缘分到了 否则不要忘做一个救世主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受挫中成长起来的 不能去剥夺别人从痛苦中受益的权利 否则你就要背负他人的因果 成年人只筛选从不教育 人道自通